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可是我们让它的力量 让它的动量分解 大家看看 加力 变向 再来一次 变向 变向 看到没有 加力变向 看到没有 这个接球 我们接球的原理就是缓冲来球的冲力弹球 控制在我们的范围内 下面我们开始练习 第一个练习 我们做一些徒手的练习 迎球 缓冲 坚硬 来 大家试一下 来 迎球 来 缓冲 坚硬 对 看到我 看到我 宽关节的位置 宽关节的位置 脚抬起来 缓冲 坚硬 来 迎球 缓冲 坚硬 来 再做徒手的 OK 对对对 注意这个缓冲的动作 注意 宽关节 带动小腿 带动大腿 第二个 我们开始做轻力量的 大家体会一下缓冲 来 传球 开始接球 开始接球 注意缓冲 来 来 体会一下 缓冲 迎球 迎球 接球 对 迎球接球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移动接球 来 来 向两侧传一点 对 移动 移动 很好 很好 移动 向两侧传一点 选择两侧传球以后 然后移动 很好 很好 再来一次 球不要直传直下 对 很好 很好 缓冲 迎球 球迎上去 对 缓冲 迎侧 迎侧 迎上去再侧 很好 非常好 侧 迎侧 很好 下面我们做 这个脚弓 下切式 接球的这个练习 下切式 刚才我们说了 刚才那个动作是迎侧 缓冲来球的力量 现在我们通过下切式 来分解来球的动量 分解它 来 我们来试一下 开始 加力 加力 对 加力 加力 不是缓冲 加力 变向 弄球变向 对 加力 弄球变向 对 很好 很好 主动的 主动的 注意自动角的位置 要移动 要移动 很好 正好 我们在练习接球的时候 接球只是一种手段 接完球以后下一步怎么办 所以我们接完球以后 要连一下 连一下下个动作 大家看看我 接完球以后 连一下 传 接完球以后 连一下下个动作 传 连一下下个动作 接球只是手段 不是目的 接完球以后下个动作怎么办 来 来 开始 接完球就跟一个动作 跟一个动作 对 再传出去 接完球以后再跟一个动作 对 很好 接球是为下个动作服务的 很好 很好 OK OK 大家看看 看看这个同学 来 来 好 刚才这个同学所说的 就是没有调整自己的位置 当球来的路线 在两侧的时候 我们要主动的移动 大家看看啊 看看 来 往前面 来看看 移动到这里 来看看 移动 要判断球的来的方向 要移动 使支撑角 保持跟球很近的距离 我们来看看这个同学做啊 大家看看 来看看 哎 哎 我们说了踢球的时候 是 踝球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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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放松 哎 刚才这个同学啊 踝球的时候要放松 哎 踝球的时候要放松 哎 哎 大家看看我啊 哎 缓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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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松 再来一次 哎哎 停一下 看看 看看这动作啊 来大家看看啊 不是这样啊 不需要这样子 我们只是 把来球的方向改变啊 大家看看我 大家动作自然一点 看看我啊 哎 看了没有 看了没有 推球走 啊 不需要这么 用力的 先下 先下踩啊